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在要谈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就是讲的是步步高升 就代表在职场上面 或者在我们人生的某种程度上 正常的我们设计的 努力的一个路上 其实是要往前走的 基本上都退路的机会是比较少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当你在往前走 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时候 保证会有一些的事端 一些的阻碍 那这些东西可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但是有可能是别人造成的 所以我们在过人 在过去或者在未来 你所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希望今天从他的故事里面 可以看到出一些有趣的一些事情 可能会哈哈大笑 那可能我亡而一笑 但是有些东西是还蛮深层的 我们想要跟大家来认识 那除了是美食家之外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文学家 另一方面呢 他最在历史上面最著名的 反而是他的剧品 四川人所以在成都的地方 有帮他立了一个碑衣 那个碑衣呢 就是讲他穿着这样子的长毛马褂 一般来讲 这样子的雕塑像 都会头稍微往上一点 表示他在忧国忧民 他是一个清朝近世 所谓意思代表经过国家最重要的考试 然后进到朝廷里面去上班了 然后在整个朝廷里面 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过去在清朝之前上班的人 他的上班的时间 你可能都不知道那么辛苦 六点以前 有些时候呢 五点就上班了 所以这些古人 他们呢 一定要晚上天黑了 然后没多久的时候 大概都是在九点多的时候 就要睡觉了 然后早上是在四点的时候 就一定要起床 朝廷的一些大官 就是会住在京城的附近 所以基本上 交通时间的也算出来的 就像苏东坡当时候呢 他要上班 他一天三点就起床 深夜三点起床 起床之后呢 然后呢 就是有他的夫人 帮他梳头 因为古人是长头发 然后利用头皮按摩 就让他呢 整个呢 整个人醒过来 然后呢 衣服都穿好了 上朝廷的衣服都穿好了 之后 时间还少 他会在躺在床上 睡回头觉 那他实验到的时候 他夫人在帮他教他起来的 他这个回头觉 保证比平常那个 是最好的 这是苏东坡的养生之道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那时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 一天出戏 所以呢 大家都不用上班了 结果没想到呢 乾隆皇帝呢 他就想说 今天心情好耶 他在外面的阳光 外面的树木 非常的清朗 想找一个人来隐私 来作对 隐私一个人自己这样子念 没有反应 一定要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首我一首 这样才有意思的 好 那今天找 四川才子李条元来了 好 林子 所以有人就赶快去找 就发现奇怪 他没有在家呢 也没有在办公室呢 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他 东早西早之后 发现原来是在 北京的街上 有人在野台戏 在唱戏的时候 竟然这位大臣 竟然化妆 然后在台上里面 当男主角 就演起来了 不得了这件事情呢 因为皇上找你了 所以他整个 当然也没有演完 就直接充忙忙的 然后穿着戏服 脸上妆都还没有卸 然后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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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找到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这个折腾不是五分钟 十分钟的事情了 可能是一两个 甚至三个小时之后了 所以全网呢 他的性质呢 已经完全降下来了 然后看到这个人呢 大汉连礼的 然后呢穿着那种 不伦不类的戏斑服装 哎我的大臣耶 然后呢竟然是这样来的 庄开的花掉了 哎你在干什么 我刚刚在唱戏 你在唱戏 对 反正就是我喜欢票戏 然后就唱了整个 春秋沛 那个故事里面呢 演的呢 就是一个男主角呢 同时爱上个 两个女主角 最后呢 忠诚见属 一个人跟两个的关系 那个剧非常好看 如果他的老板呢 就是当时的唐玄宗 肯定会喜欢他的 可是这位钱龙皇肯定 就是不买这张帐 好啦那既然如此的话 本来要饮食就对了 现在心情没了 那就坐下来 转个气 聊一下吧 哎 哎 调言啊 你 写过几个食谱 听说你是美食家 陈 爱吃 嗯 那你 你自己呢 评论 因为有些人是烧 说了一口好菜 可是有些美食家 真的是他自己会动手的 那你是哪一种 这样子的 陈自己会弄一些东西 哦 太好了 那这样子好了 今天我们今天就不隐私了 明天 元旦 元旦呢 基本上呢 就会有皇上请大臣们 一起吃 吃饭 那明天呢 你就端出一道菜 你自己亲手勺的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 没问题 那皇上要吃什么 嗯 山珍海味 我都吃过了 那我今天想吃什么 我应该吃 我没有吃过的东西 所以脑袋里面飘出来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凤凰蛋 凤凰呢 是一个假设神奇的一种的鸟 它是不存在的 那更何况说 我今天还要吃到它的蛋 那当然皇上今天题目下出来 你不能跟他讲说 那皇上请问 我去哪里找凤凰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殉掉了 所以临死 所以然后就到浴厨房去了 所以呢 等于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的中午 要午餐的时候 就是那肯定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 所以他在浴厨房里面去的时候呢 就开始指挥 然后呢 就说你帮我准备 一副新鲜的猪毒 猪的胃 新鲜的 就找人要把它的腥味去除掉 然后里面洗干净 那另外一面呢 帮我准备 十个鹅蛋 十个鸭蛋 十个鸡蛋 十个小小的鹌鹑蛋 然后呢 准备要香菇 要笋丁 要什么什么都准备好了 这后面呢 已经把那个猪毒呢 洗干净了 猪毒呢 不是会有一个入口 一个出口吗 一端呢 绑起来 然后呢 一端呢 就要打气 所以那打气的时候呢 就一个天然的一个气囊 就这样出来 出来之后呢 把那一端呢 就绑住 里面是空气 然后就把它挂在那屋顶的 旁边的 那个屋连的地方去 那找几个太气囊 在那边 at home 然后让它风干 那风干的时候呢 那个东西自然去硬化 就疲乏了 所以呢 等到傍晚的时间的时候 诶 可以了 好 就把它取下来 把绳子打开 绳子打开之后 它就不会 消的 它还是维持这个样子 这时候呢 它把那所有的鸡蛋鸭蛋 它们打完了之后 小心打 然后把蛋白跟蛋黄呢 就分开 蛋白呢 就全部混在一起 40颗蛋 给蛋黄呢 大大小小 好 因为鹅蛋最大 鸡蛋会最小 所以它40个圆 就非常有趣的 大小不同 蛋白放进去 蛋黄放进去 酱油调进去 烧鸡酒调进去 然后香菇丁切的小小的 笋子丁也切的小小的 在里面 绑起来 里面就咕咕的 全部就是刚刚那样东西了 这时候呢 端着它 到了一个鼓井 然后把绳子就垂下去 然后把那个猪毒呢 就泡在井水当中 所以你上面的人呢 就下面的看着它 然后上面的绳子呢 就这样子转 所以你看那猪毒呢 它就在水里面呢 宅户宅城的时候 它就这样晃 对晃的时候呢 晃了一针的时候呢 好 就要拿起来 所以那里面的东西呢 它已经蛋黄跟蛋白呢 也经过离心处理了 然后就拿出来 之后呢就开始蒸 所以那蒸到呢 大概八分手的时候呢 同时呢 就卤了一锅的酱汁 就酱汁它乳完之后 就把它八分手的猪毒呢 就把它浸泡 在这个酱汁当中 经过一个晚上 到第二天早上 好 准备了 因为中午呢 皇上要吃饭了 所有的大臣呢 听到说 皇上有下了一道菜单 然后呢 邀请他煮出来的 所以美典当天的时候 吃什么不是重要的 最起来是看他 能够变出什么把戏出来的 所以他就这样子 时间大了之后呢 就推着呢 这个 他的那个快餐车 都这样子推出来了 所有人当天就围起来看啊 在皇上的前面去 允许我用刀子 这一定要跟在皇上面前 用刀子一定要说明了 把那猪毒呢 就这样破开了 然后露出里面的一个 这样子的蛋 那蛋呢 颜色呢 就其实 里面呢 因为它是 有点八分手 九分手 所以里面核心的地方呢 还是有点蛋黄 还是软软的 但是它不是硬邦邦的 就是跟我们的水煮炭一样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那 但是它蛋白的地方 因为有酱过汁 所以颜色的进去了 可是里面因为有酱油 里面有一些的味道 里面有一些的装饰的食材 所以呢 在旋转的过程中间 就会有大理石的纹炉会出来的 蛋黄呢 就被集中在中间 中间的时候 一破开的时候 里面呢 就是一个大的圆 可是里面有小小不同的圆 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个断面秀 一切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多么漂亮的东西了 哇 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就是实在是创意料理 那所以你给大家可以想象说 这个人呢 他光美食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搞出这么样子的多的名堂出来的 所以呢 有些时候讲到美食 除了我们每天这样吃饱 吃得很愉快 然后过得小确幸了之外 食物这件事情 最好让我们来呼应 这样子的演讲 想要跟大家讲的 潜智慧这件事情 潜智慧跟潜规则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 可是你怎么分 我们用吃东西 这件事情来跟大家讲 假如你是公司的 才能够 还是公司的 最好 最好 你会想象一下